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香声嘚啵嘚。 你说现在这个新闻行业确实挺不好办的,之前纸质媒介的时代,没有几个收藏报纸的, 所以哪怕你写错了什么消息,或者不符合事实了,人家也很少翻旧账,摔在你脸上,怪你学艺不经。 可现在互联网时代不一样了,天天网友跟纪检委似的,举报没有奖励, 也得拿出来写几笔含着你,谁让你们净说假话来着。 这不,四川这回520当天办理结婚的人数,有14000多对,不多不少。 但是在当地新闻通告里,说这个数据跟去年的相比,增长了13.4%。 那么问题就来了,去年的5月21号,登记人数是1.6万,怎么看都比今年这14000多啊。 反向增长,这是哪位统计学大师弄出来的方式?能远回去吗? 尴尬是一定的,撤稿也来不及了。 就有贴心网友建议啊,以后每年的年底,建议有关部门对于上一年的新闻来个大删除,主打就是一个404,无对正。 不然日益增加的假数据,跟山不清的历史总要产生矛盾,实在太丢人了。 当然啊,这么做太简单粗暴,肯定会被境外势力抓小辫子的,而且网信办也忙不过来。 还不如就直接腰杆一挺,质问老百姓,说你们怎么总抓着这些小事儿不放,有意思吗? 可能这样,反而还没人能说点什么。 就像现在,天气条件恶劣,都成什么情况了,然而每年粮食产量依旧稳定,有人能说这个不对吗? 那官老爷,飞扬跋扈,别说官老爷了,就一个小交警,那都胡作非为的,你看看有人敢管吗? 这不,这两天浙江乐清的一个交警火了,人家老百姓啊,质疑他执法的时候太粗鲁, 结果人家上去就是一个索迹,连声质问人家,你说我怎么粗鲁了? 老百姓赶紧求饶,果然没说出个所以然。 你看看,民不能跟官斗,中国社会是没有文明的,这事儿人家遗传检察院之前就告诉大家了。 不要说什么怜悯弱者,在这个世界里,弱者就是要被践踏的,你看看,多合理。 毕竟,就这么明显的事儿下头,居然还有一群等着反转的,怎么,跟让子弹飞似的, 使老百姓自己不长眼,砸了官老爷的酒, 所以心虚把脖子洗干净递给人家的呗。 而且这事儿虽然被爆出来,但是就算是人家自查,最后出反转的通稿, 那错的肯定也是老百姓。 人家官老爷怎么可能有错呢?最多是说老百姓被东西卡住了,我们是去帮忙的。 就算最后,狡辩不成,罚酒三杯,辅警杯锅也就得了。 不说别的,就内蒙古强行征地那主任,现在有后闻吗?被查办了吗?还提法干什么呀? 弱肉强食,那是对中国最好的形容。千万不要觉得好人能偿命,那是不可能的。 别的不说,之前南京有个小伙子,因为看见老人摔倒去扶了一把,结果被讹了吧。 花了好几天,求爷爷告奶奶的翻监控录像,才算还了自己一个清白。 而政府更恶心人,还给他搬了个见义勇为的高帽子。 小伙子愉快地表示,下回再看见这事,他还服。你说,这不是害人吗? 在这个哪怕打电话报警,都可能被当成嫌疑人的地方,你见一个服一个,完全是豪赌。 人性是升华了,也大大增加了去见佛祖的可能。 别的不说啊,也是之前南京有一个叫胖哥的小伙子,见义勇为,身受重伤,好不容易才捡回了条命。 然而政府宣传完他之后丢到一边,这哥们儿接连遭遇家人去世,而为了给他看病也基本没留下钱。 你说,当好人真的值得吗? 当然,肯定有心怀天下的出来说,怎么能因为社会的不公,就改变自己的良心呢? 但是人在桥下走,能挺直了腰板,不低头的确实是少数。 大多数人是真佩服这些英雄,也是真不敢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。 在生存面前,人性越等于瘦性,能活一些就行。 而中国就是一片只遵循弱肉强食法则的大森林,没有一个人能明哲保身,哪怕身价过亿都不行。 这波这两天,拼多多公布财务状况,比之前大增了百分之两百,而且市值超过了阿里。 很多年轻人之前对他嗤之以鼻,但是现在却十分喜爱,为什么? 因为两个字,便宜。 谁都知道他这个便宜是因为压榨了供应商的价格,让人家走薄利多销的套路。 可消费者在意吗?人家并不在意,反而帮拼多多拍手叫好,得了实惠就行。 所以说啊,人性的高尚,因为吃饱了饭,才能有力气道貌岸然。 逆境看人品这句话不假,一个拼多多就体现的淋漓尽致,这也是变相抽了官媒一耳光。 毕竟经济好的时候,被抢空的都是奢侈品,绝不是现在这种两块钱一筐的烂白菜叶。 而拼多多的崛起,让其他电商平台也很慌,唯一首的就是京东的刘强东, 这两天,京东的高层发消息出来,说东哥最近很焦虑,因为京东的销量不好。 面对马上要来的618,慌的不行,每天睡觉不足四小时,依旧坚定的微信操盘着公司的大事小情。 啊,你问为什么不亲自去公司? 因为东哥现在旅居迪拜,回不来,所以这才不得不忍受着时差的苦。 你看看,领导熬夜就得赞速,普通员工熬夜就无所谓,这也是挺双标的。 因为自己不行,焦虑,反而折磨员工,也不知道强东这是讽刺谁呢。 别的不说,京东最近就开始严查考勤,不让人家熄灯休息,也不让闲聊,口头通知却不落在纸笔上,挺有有关部门那风格的。 领导制定政策不行,靠员工卷,能不能拼过别人这事还真不好说,实在不行就搞点托嘛,也能证明领导的英明神武。 在房地产刺激政策后,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周了,结果反响很不好,现在各地加紧了找托的脚步。 但是找托也是需要成本的,一个人一天少的几十块钱,坐在那儿哐哐吃售楼处的锅盘,弄得其他来看房的也被带动, 房子没卖,倒是把旁边花生瓜子的经济盘活了。 要不说中国政府,这就是不聪明,你房地产很明显看出来挣不到钱了,谁还会往里投啊, 还是吹嘘股市比较靠谱,毕竟也算卖给了大家一个嘛。 有涨有跌,有赚有赔,进去的门槛还低点儿,实在不行你再搞同仇敌忾这一套。 就说国家缺钱,希望你跟着一起捐咱造航母,回头就把你名字写上,表彰你为帝国做的贡献,啊,什么,已经有了。 啊对,东部战区这两天又在台湾旁边演练的,一副不差钱的口吻, 框框打空爆弹,不是说且听龙吟嘛,人家那边讲话了,这边也得回应。 不过中国现在还没胆子,更没资本,在这种情况下跟人家境外势力闹翻,纯纯是烧钱。 就冲这个,天然气煤水电还得涨价,百姓买单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觉得现在国内新闻,这睁眼说瞎话的习惯,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? 中国没胆子武统,却不停放炮,老百姓就应该为庆丰的梦想买单嘛。 观众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